给大家看张图片啊 今天晚上油价92号9块1了 95号9块7 太吓人了 你说让我们这种油车跑滴滴的怎么去搞 但是呢今天咱们不谈这个 跑滴滴的问题啊 咱们谈一下这个国际油价啊 或者说是国内油价 什么个情况 国际油价上涨 国内油价跟着涨 国际油价暴涨 国内油价也是暴涨 国际油价下跌 国内油价微涨 国际油价暴跌 国内油价下跌一点点 你说对标吧 你至少说你上涨和下跌的幅度 你得一样吧 每次都是这样 涨 撑撑撑的往上涨 跌 一毛两毛的往下跌 我也看抖音看了那么多啊 没有一个专家作者说的很清楚的 只是说哎呀这个中间有几天的什么 时间差对吧 然后有还有好多说的这个油 其实并不贵 最贵的是什么 是那个桶比较贵啊 所以说咱们国内的油价上调了 但是你说像现在啊 你油价上调了 像我们这种跑滴滴的 你的运价没上来 我们的成本反而增加了 你说这个怎么搞 还有一个油价这么高 国内没有一点任何的把控措施吗 对不对 你给点补助补贴啥的呀 把这个油价给往下压一压嘛 是不是 很多人可能说啊无所谓了 你涨一点点对吧 加一箱油多十几块钱也无所谓 但是对于运营车 像我们这种跑滴滴啊 不管是跑顺风车跑长途的也好 这就是一种煎熬 无形的成本上升 就搞得我们肯定也不能跑了感觉 就跑着跑着 完全看着这个油价就没信心了 我相信好多油车司机 看到现在的油价望而止步 根本不敢出事 还不要说什么开空调的事情了 连连热死都不愿意开空调 对不对 有谁能跟我解释一下啊 你们懂得 这个国际油价和国内油价 这什么情况到底 对不对 涨就一直涨 跌的时候 我靠跌一毛 两毛 最高的时候上次跌了四毛多还是五毛 对不对 涨的时候就八毛九毛的涨 好了 有懂的在评论区留一下言 我是没看懂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拜拜